嗨 大家好 我是袁可欣 这是我的小宝宝 袁可欣 我的宝宝 袁可欣很可爱 现在小花 我们好久没有拍袁可欣了 我们小可欣现在多大了 给大家说一下 我还给大家打装 10个月 10个月了 我的宝宝 现在可以走路了吗 可以走路了吗 一点点 现在我们宝宝可以走路了 可以用小推车 学步车可以走路了 好好抱着宝宝 别让宝宝掉下来了 今天的话主要是回答一下 大家粉丝朋友们的一个问题 其中我做视频这么长时间 有一个粉丝朋友 说我们好像没有其他人过得幸福 那过得幸不幸福呢 我只有自己知道 我觉得以旁观者的这个角度去观察 或者是以金钱去衡量一个人家庭的幸福 我觉得是不客观也不真实的 我觉得也是比较低级的 也是不够礼貌 我觉得不能再去评价 我觉得 那幸不幸福呢 我问一下小花 小花 you get married with me you happy or don't happy 我很高兴 你很高兴 现在我说英语小花能够以中文回答我 她说我说你和我结婚你高不高兴呢 小花说很高兴 why you are happy 为什么你很开心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好的人 一个聪明的人 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聪明的人 一个很帅的人 一个很帅的人 小小可心也在那抢镜头来了 小花现在在秀她的这个 秀她这个汉语了 秀我们的普通话 小花你 very very good 谢谢老公 小花你学了汉语 学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小时 不是 一共学了多长时间 就是你学了几个月了 几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 现在学了半个月 就是我们在生宝宝之前 马上多教了你多长时间 可能是一个月 可能是一个月 不是一个 应该是两个月 不是两个月 我不学习 我一个月睡醒 你三个月睡醒 你没有学习 因为你有宝宝 那时候有宝宝 我每天不要睡觉 我每天要睡觉 那时候你要睡觉 不学习 是的 现在我喜欢睡 现在你喜欢学习 肚子有宝宝 我还不聊 你肚子有宝宝的时候 有宝宝 马上多在教我们小花 学习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小花 因为怀着宝宝 她是不太开心 然后就在睡觉 我在学习 小花的时候 准确来说的话 小花只是学了一个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吧 现在学了半个月 大概两三个月吧 小花你学了两个月 你非常非常厉害 现在 能够说中文说这么好 我现在学习是第二 学习第二本书 小花已经学了一本书 现在学第二本书 这个 小花现在在学汉语 然后我呢 在学习英语 然后下午小花 等一下我去上英文课 等一下我去上课 你带着宝宝在家里面 你要什么买什么菜 我等下我买回来 我要去吃 没关系 你要买什么 我也一起去 你不要一起去 咱们一起去 咱们不一起去 咱们不一起去 小花 小花你说 你过得很开心 你和我结婚 但是我们没有很多很多钱 我没有这个车子 现在我们在尼泊尔 没有车子 没关系 在尼泊尔没有房子 你没关系 没关系 你也过得开心吗 因为爱是大的 因为爱是大的 爱比 因为两个人相爱 我们两个人相爱 爱比 爱比 爱比东西 爱比东西重要 你现在学话还知道这个 就是 是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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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 Car 就是爱比车子重要 是吧 爱比房子重要 是吧 小花太厉害了 前几天小花学了一个 是什么比什么好 谁高啊 谁有钱啊 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 用金钱去衡量一个人家庭过得 幸不幸福开不开心 我觉得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 一个说法 小花刚才说了 爱比那个 车子和房子重要 所以呢 再加上 不说这个钱不重要 一个人的物质生活 一个人的精神追求的话 都很重要 咱们小花的话 也在努力学这个中文 而我也也在努力学这个英文 虽然我英文学了三年了 我还说的不太好 但是我也能日常沟通 简单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小花学了几个月 两个月 她的这个沟通也是日常沟通没有问题的 小花的这个学习能力非常强 我们也在努力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 改善自己的生活 所以 虽然我们暂时性的物质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会努力改善的这个 当然 还是回到那句话 一个人的这个 一个人的这个家庭是不是幸福的话 跟这个物质的话是有一点关系的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 就是这个 还有是爱 以后家人有没有这个爱心 对自己的家人是不是个负责的这个 对于一个妻子来说 是不是一个负责的丈夫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我是不是一个负责的这个 父亲 对于我爸妈妈来说 我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 儿子这个 还有我的道德水平 还有就是这个 是不是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这个 所以小花说的很好 就是说爱爱的话大于这个车子房子这个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很少的 极少极少之的 说我这个小花嫁给我没有别人过的幸福 就说没有这个大的车子大的房子这个 我觉得这个肤浅了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肤浅了 咱们也在努力的追求物质生活过得更好 但是咱们的精神生活也不差 所以咱爱咱自己的妻子 爱咱自己的儿子 咱是一个幸福美满的这个家庭 咱也会通过自己的双手 创造更美好的这个未来 再努力的学习这个语言 以及这个努力的赚钱 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需求 以及这个精神需求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家庭是最幸福的这个 我认为我的宝宝是最可爱的最漂亮的 然后我认为我的妻子是最优秀的 我的妻子会四国语言 会英语尼泊尔语 还有印第语 还会简单的中文沟通 而且能歌善舞 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 咱们认为我的媳妇是最优秀的 但确实 从旁观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咱媳妇的话也不差 也不差 也是挺优秀的这个 所以从别人的看待 不管是别人如何看待吧 咱自己的看法是咱很优秀 不是咱很优秀 咱很幸福 咱家庭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是一个幸福开心的家庭 这个鸡蛋 这是个土鸡蛋 这些老板是我们房东老板的话 养了很多的鸡 他一些土鸡蛋的话 我们就小花在买 大概一到两块钱一个吧 一块多钱一个吧 土鸡蛋很小 土鸡蛋比较小哈 这给宝宝补充营养的这个 那边还养了 那边还养了兔子呢 那边也是养了鸡养了兔子 这个 好的 至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给大家这个 这个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解答一下他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幸福 很开心 好的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写个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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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不就好 不就好 幸福 再见 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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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好